那当然 周深因为他在这方面的优秀 他得到了老一辈音乐人的一个提携 这是一种情怀的问题 你知道吗 那个时代我们还要再说一件事情叫情怀 对吧 从超女开始转变的时候 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转变的 总有人不转变 总有人有情怀 情怀往往做的一些事情 会让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人呢 得到一些便宜 是吧 你想想看这个07-08年 那个时候 超女快男最火的选秀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人出唱片 因为有情怀嘛 对吧 出唱片 然后 配合各种各样的 怎么说 就是老式的那种宣传 然后呢 还有一些 因为经济比较好 很多人还是积累一些钱出来了 对吧 我记得这个 05-06年的时候 好像是一张专辑的宣传费一般都是两百多万 然后打电视台 打网站 因为电视台还有一些这个这个 这个放MV的这个机会 叫MTV 然后电台访问 然后网络的就就开始有一些网络上面的访问 网络上面的一些新闻 对吧 那时候是门户网站 新闻 然后07-08 还是有一些这个情怀 也没想到到周深是13年吧 应该是 周深的时候 这个高晓松出现了 高晓松 自费给他来做一些专辑 我觉得高晓松出现啊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市场背书 我说实话 市场背书 他那张专辑并没有特别符合周深的这个状 怎么说呢 符合周深的这个自身的条件吧 或者是说周深 他的优点应该放大的东西并没有太出现 因为他这个这个高晓松 他是一个文人 他写的东西文粥粥的 包括他讲话也文粥粥的 对吧 他所有东西哗啦哗啦的 讲到一些学术上面去了 哗啦哗啦 又讲到一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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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背景上面了 但是他天生的这种贵族 贵族内心带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的那些歌曲呢 就是显得太适合远方 其实周深还是适合一些比较简单的 像大鱼这种 对吧 我们就看得出来跟跟跟跟人生结合起来的这些东西 比较适合周深 但是他有市场背书啊 市场背书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代就有一些的这个音乐人 产生之后呢 开始为他们喜欢的这个音乐 为他们喜欢的歌手做一些投资 他们觉得是有希望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人总是喜欢在自己已经成功的事上面 这些经验上面 这些经验上面去再做事情 不太容易改变的 你比方说我这么做成功了 我下一件事不这么做吗 不会的 我肯定还是这么做 所以经过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高尔松是有这个幻想的 对吧 他当年这个 在老郎身上 在朴树身上成功的这些事情 他想再做一遍 所以呢 就变成了 他这个给周深来做这些东西 当周深因为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变成了一些 有情怀的人 跟他合作 并且他又得到了 这个时代应该有的这个东西 嗯